今天4月17日 星期五市有些反覆 其實很正常 因為恆生指數由3月12日的低位23,677點 升到4月13日的高位28,032點 短短四個星期之內已經升了4,355點 急升過後有些消化根本上很正常 事實上整個大市由28,032點開始的高台整固 直到現在這分鐘行節都還在27,400點上 屬於緊構高台而不下的格局 嚴格來說是好像原地整固 雜幅消化 當然能不能夠突破而上很視乎成交金額 好像復活節之後4月8日成交金額2500億 到4月9日成交金額更加有2915億 那一輩子就像個市是逐步向上推 相反來說 見過這麼高的成交金額 慢慢慢慢走回來 動力那方面的確有少少收削了 尤其是昨天只剩1,900多億 那就當然了 相對一個月前的700多億800億 現在很多的了 是不是 但問題是指數現在是27,000、28,000 不是23,000、24,000 你在這麼高的指數 你要再進一步的推升 你難道仍然依賴那一千幾百億成交金額可以嗎 我想一定不可能了 那就看看指數先 收市那一刻是27,653點 比起昨天 最後是跌了86點 成交金額2145億 那從一個技術上來說 大市呢 剛才我提到是處於一個整固等變的格局 那我想這樣 一輪的急升之後 就算你消化要整固 都是很正常的 希望就不要跌太多 但是有一點大家要留意一下 3月30、4月8和4月9都分別出現了三個上升裂口 我就說4月9的那個 由26,248點 去到26,732點 有484點裂口放了在這裏 這個裂口其實來說 已經比較近了 可想而知市場上升得多厲害 一個裂口高到484點之後 再升到千多點 去到28,032點才回頭 那你想想 市場在那一分鐘是兇得多厲害 不過這兩天 大家看到股份走勢已經開始過別了 例如升得比較急的港交所 中移動 恆信 都分別高台有少許反覆 其實也很正常 跟隨而來 一路落後的大市 例如耐銀 或者匯控 反而做好一點點 反而抖著指數 在個別追升的情況之下 市場的氣氛還是比較容易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一些比較冷一點的股份 一個概念一來 兩倍 三倍這樣升 我就覺得充滿投機成分了 所以在我推薦裏面 我絕小品提這些股份 它可以是一元升到三元 三元升到六元這樣升 萬一回頭的時間 殺傷力一定不會小 所以我還是傳統一點 推薦一些比較慢一點的股份 因為很多人說 你為什麼不推薦一些比較急升的股份 第一 你沒有可能知道它會急升 這是其一 第二 就算它會急升的話 升的時間不捨得走 好了 見過高位回頭 覺得賺少很多 等多一會 看看有沒有辦法再升剛才那個位 就算有的 你也是不走的 人們是貪的 跌下來就不捨得了 很多時候明明賺十元 到最後賺兩元 你肯不肯 你不肯 不肯 根本上那兩元就沒辦法賺 最慘的就是 一直都是不睡不睡 不睡到最後 收貨就不沽了 如果你是很低價上去的 不沽都橫好 它是由幾毫升上一元兩元的 兩元再升上十元 那個客戶回頭 如果你不沽的話 兩元的貨就坐回去 輸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對世界股的問題 我是絕無僅有的 當然我自己會參與這些投機的買賣 我都會參與 但是我自己買 萬一看錯了 做得不好 我輸了 我心甘命抵 但是如果我叫人買世界股 人家輸了的話 心裡總是不那麼舒服 因為其他股份搜一下搜得回 世界股受得太多教訓了 九七試過 零零試過 零七都試過 不能回頭就不能回頭了 最怕就不用說了 五十合一 十合一 一百合一 一合下去 投資全部都沒有了 預期是這樣的 我暫時來說就不作虛界了 如果大家看到世界股股 可以跟進的話 就隨意了 在分行裡我已經提出一點 一百萬的錢 八十到九十萬 我有傳統正統的投資 十萬或者二十萬 你就輕輕投機一下 你這樣做的話 就算錯了 承擔的風險 都是相對有限的 不知道你認為這樣對不對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星期一收視 再和大家聊 好 好 太棒了